大家好,我是窗窗,楊繼昌 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日 這一集節目是四不像的時間 我看回Youtube的Playlist 其實四不像這個節目 應該是去年大概11月這個時間開始的 但是,我想停了有沒有五六次 在這段時間裏面 所以特別希望在今天再重新錄一集 過去星期日,坦白說 人是比較容懶,或者想休息多些 四不像這個節目,其實在星期日這個時段 本身是想著第一就是補充 這個星期日沒有節目的檔期 但是亦希望自己個人,單飛 因為做曹總,做細良 或者其他做金英的下把 有自己一個人 也不是說一定要有些甚麼委論要發表 不過可能講多些個人的感受 但是就因為我,逢星期五 例如星期五晚,跟細良做完節目之後 就再處理回 放在花生台的片段分段 再寫一些標題 其實都已經是星期六凌晨 已經搞到三四點了 然後就星期六,其實我逢星期六下午 很多時都需要做一些技花精神 又是關乎到體力勞動的事情 所以去到星期日,其實已經是散散的了 而且我過去這個月身體都真的比較差 其實我現在吃東西 我每一天,如果我吃東西吃的固體食物 是多過一整天 裡面是多過一碗飯的份量的話 我就一定會胃痛 還有很多皮膚,即是關上一些無名腫毒 我不知道是我個人的問題 還是其實去到這個歲數 每個都是這樣 所以,尤其是昨晚 昨晚我約了蕭公子 他做亂洗攬炒的免費版 我打算是星期六 昨晚錄完了 今天這個時段是上載給大家聽的 但昨晚我可以實情 我辛苦到我在街上嘔吐 腸胃已經差,已經肚餓 我打算昨晚嘔吐了 但我做過了檢查 我沒多久之前都照過腸 其實沒事的 就是不知為何 但是很容易出問題 或者查不到問題 照不到甚麼特別問題 所以星期日 這幾個星期,我都覺得不太對腦 身體差呢? 自然想法是難去集中 所以他可能不能夠說得出 或者簡單來說就語無倫次 所以獻醜就不如藏絕 反正現在星期一、二、三、五 也跟大家見面 那就新年到日使用休息 但這這星期 因為我找回蕭公子今晚錄節目 所以亂洗攬炒的免費版 應該明天會上載給大家聽 但是今天我想說說的,我想回顧我禮拜 我忘記了是禮拜一、二的時候 這個禮拜,我在Facebook 說了 是去清除了,或者將以前寫過的文章下了假 我在大概在幾個地方主要有文章 立場新聞,眾新聞和獨立媒體 立場新聞是因為在再早一點的時候 因為隨著蘋果瘋破拉人的時候 他將所有的作者的文章都已經下架了 你可以要求他的話,我覺得我不怕,沒問題的 你可以重新叫立場上載 可能他隱藏了,讓任何人都可以上網看 但是我沒有這樣叫,我沒有這樣 request 然後眾新聞和獨立媒體都有文章 獨立媒體就是他很早很早已經說好了 如果同會看到我Facebook 寫的東西 覺得適合的東西,他自己就會拿去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眾新聞就是會刻意投稿的 而我較早之前也要求或請求接助 我過去的東西不如都隱藏它 然後如果有新的東西,我會再投稿 其實我第一,的確我覺得情況是很難去掌握的 正如做節目的時候也提過 喂大哥,你救污團那些老人家 我要真普選你都可以抓 基本上如果他想拘捕你的時候,就隨時堆砌一個理由拘捕你 而白紙黑字 就是很容易被他搜證 所以我也覺得如果你這樣,不要玩了 也清空了之前的一些 連上Facebook寫下的一些政治發表意見 另一方面,我亦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是看回我以前的文章 我也覺得其實也不是太見得人 坦白說 我寫的東西,因為太過時事性 時事性,或者只是在某一個時間看完之後 才有意義,也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如果寫政論的一些高手,或者是 例如我很喜歡看安喻 安喻現在都少寫了很多 以前他在明報安喻週記,他結集成書 是OK的 因為他的寫法就是 你結合一個無論是歷史或是脈絡 又或者當下一個很詳盡,對於那時候他想描述的事件 當下有一個很詳盡的描述在這裏 所以其實是一個歷史的記錄來的 但我寫的東西,其實是希望倡議性多一點 或者簡單地說,就是想辦法,在那一刻面對那個問題的時候 究竟有些甚麼是應該做 說完之後,可能沒有反應 或者說完之後,做了也沒有效果 所以我看回那些文字的話,其實已經是 一來就已經失效了 二來也可能有些時間,那個判斷也很離地,很差 所以這些紀錄都是抹走它 所以現在進入了一個術而不作的狀態 我見到有人在我的帖子留言 就是說我都不明白你,你投降就投降 要不然你是抗爭到底 那你現在彈弓手說,又做節目 又不寫東西了,那你算怎樣呢? 就是我看到,我就覺得這些人我不知道怎樣去取悅 或者叫他們去理解的 要不然你就一定要做到律師 大家可能很推崇 包括我在內,恆彤,或者是立場姐姐 不計較要面對的什麼的後果 這樣就去到最盡 另一方面,不如你就投降了 至少你就躺平了 那你為什麼還在這裡抗爭呢? 那你算怎樣呢? 我覺得,或者我們的聽眾可能都會很明白 我們認識很多朋友 例如我剛剛星期五節目都有看的 Garry 彭國威 我跟他怎樣說法呢? 他很晚的,每次見到我都很熱情地打招呼 但其實我們平時沒有什麼特別的來往和家樂 因為至少尹兆經林卓廷都真的會出來吃飯 但是Garry 我跟他沒有 但他每次見到,喂,Hello 真的很熱情 所以我想都可以稱呼到范國威做朋友的 不過你看到他向高院申請保釋 然後出來的盤子,真的很心急 原來我也不知道他有家人是有一些 都是老人家,總是會有長期的病患 我都不讓他出來 坦白說,我們說很多次了 他在裡面 有時候有些朋友運到裡面 發言的次數 更多過在外面 因為在外面的話,你就要接受保釋的條件 你是不可以說話,不可以接受訪問的 不可以出一些政治性的評論的 反而在裡面的話,你還有這個自由 所以,無論是周恆彤,或者我幾次都提過了 我認識的支聯會的常委,梁錦威 他們都寧願不保釋 周恆彤根本無法保釋 因為國安法在告支聯會政府主席 梁慧仁哥加上他的顛覆政權 但是梁錦威就直接說 如果你出來叫我保釋,我說不說話 我寧願我不保了 所以,其實他出來,基本上你都不說話 你有些什麼做得出 是可以正如法官高院法官所說的判治 可以危害到國家安全 當然你現在國家安全的定義 例如美國隊長的案例也說過 你喊幾個口號,都可以影響國家安全 喂,如果這樣在街上說粗口,都可以煽動強姦 但是你弄到這樣的樣子的時候 我想說Garry 的例子 沒有人會覺得Garry 想出來保釋 或者快必保釋出來 一定是跪下放棄 或者怎樣 但是每個人有不同的包袱 或者有不同的考慮 簡單說,年輕的朋友可以一往無前 但是你上個年紀的朋友 都不像長毛那樣決然一身的 有家人是需要去關顧的 所以他們的那種戰略性退卻 在政權面前韜光養晦 或者制度面前,認低威的時候的話 除了兩解之外,你不可以去多一些其他的責難 所以如果我這個情況,某程度上 的確是我不敢再寫東西 或者一些比較詳細的論述見諸文字 關於政治的事情 但是我仍然保留著開麥克風去說 其實這個風險都有在 是我們做節目 撐不住,吵總不好 繼續在罵林鄭,臭什麼 或者去一些很激動的評述 對於政府的官員,甚至警察也好 但是其實現在這個 context 裏面 老實說,就算我不出聲 又或者Anthony再三呼籲 這個是我的想法,阿昌沒有這麼想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 現在,就是剛才所說的 紅線在飄移的時候 你要拘捕的話都可以拘捕的 你拘捕了之後已經是不讓你保釋 那就已經先困了,錯了先的 如果你躺平的話,為什麼說話都躺平了呢? 我就是想跟大家說 因為如果連東西都不讓我說的話 我就不如坐牢 也是在爭取每一個空間 或者是機會 繼續去做我相信應該做的事情 我做了我覺得有必要的退卻 或者是保險,或者是風險管理的動作 但是剩下一些是不能夠再退的 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賴以 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我自己生存 或者是在香港 還有意義,還有貢獻 還有對於網友的一些 履行的一些承諾 所以這方面我就會繼續冒險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說一定要極端的 你人越大 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是真的很中間落幕 或者是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處境裏面 就是做不同的抉擇 真的會有些程度的不同,有些標準的不同 當然很多網友都會提到 不如就離開吧 我想說就是,其實就算我真的離開了 無論我在英國或加拿大也好 我都未必可以真的去長所欲言 尤其是在說社文方面 剛才提到,我寫文是比較著重於做一些倡議性的事情 如果我去到外國,然後寫一些香港人在外國 或者又呼籲在地的香港人做些甚麼事的時候 其實會有些甚麼影響呢 會就是說,就算我自己走了 我的上一輩都不會離開 所以如果我在外面,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太過暢所欲言的話 你現在這個環境,你怎知道會不會弄你家人 我覺得一提就不做 一做的話,就會有一些比較長遠的論述 拿到出來 大家或者不知記不記得,當時我在立場 早在風雲計劃之前,我們講過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想法 當時是2017年 因為2017年,大家記得林鄭和薯片的時候 長毛就覺得不應該支持薯片 後來,長毛自己也有解釋 因為他相信了一個論述 就是曾俊華會協助高雲當選 他才是陰定被中央陰點那個 他相信了這一套 所以他整個分析就是建基於這個 他認為是事實基礎上 所以就連結了所謂凱迪、之鋒哥他們 去拆開了不同的其他所謂溫和泛民 去支持薯片,甚至要自己入閘去選 那時候我就覺得分析完全不同 因為一月的時候已經傳出了深圳 韓正,還是哪一個政治局常委和選委講到明 中央政治局全體支持林鄭 我就相信了這個事實 作為我做分析做判斷的基礎 所以那時候就跟長毛他們或社民的朋友 都罵得很僵,做一些很長的論誌 所以我那時候寫了三篇文章,一二三 就是去講 其實那個辯論的項目就是 你今次搞疫苗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開闊不到民主運動路線圖的想像 大家記得1617年之後 那種預算運動之後的低潮 我就說再建立運動的方向 就算難也好,你都要給目標給別人 所以就是AMAC區議會 區議會,如果你今次那時候選委已經300加了 然後你搶到區議會 選委值次的時候就是接近500甚至過500 加上商界就變成600 他不改也不行 但是今時今日,看回那時候說的話 的確說中了 老共,北京是不改不行 不過他改的方法就不是走來和你談 他改的方法就是鑑你 變成今日的局面 但是從一個歷史長遠的角度來講 這個就叫破局了 大家就不需要再對一個又傾又齊 就有幻想 所以不在香港 或者又傾又齊,你要跟他真的硬困硬的時候 一定如果你的論述 你要去主張大家有什麼行動的時候 一定那些東西就是違反國安法的 無論我在哪裏 如果我想暢所欲言 如果這件事是我本質上自己的 這麼多年寫文章的一些思路模式 很難去改 我都有跟讀媒或者眾新聞都說 如果有些政論以外的文章 不如我會繼續投稿 你可否刪走了我的專欄 但是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都想不到一些其他東西去寫 當然也剛才說過,不舒服,不爛 所以這就是我現在的想法 至於我始終憶文訓練 跟著牧人堂 當我年代打出來的時候 他實在論述 我都說論述,其實就是將我們的行動 賦予一些意義 讓大家覺得做下去是有原因的 有動力的 我們有一個可能比較高的理想 或者是為了一種比較純高的意義去做 正如他的例子,為何看電視 支持ViuTV 甚至看ERROR、MIRROR 變成一種抗爭呢? 因為你去對抗大台 但是這個時間我們香港人做事 其實需不需要論述呢? 我覺得不需要由我給大家 去賦予一些意義 然後為了香港做些事 無論是留在香港的人 又或者是去了海外的人 已經不需要了 大家一定是找到 有個原因 當在外地安頓下來的時候 是不會忘記為何大家要走去二鄉再起門牆 性我舊家鄉 但是同一時間 不會忘記為何我們會來了二鄉的原因 我也深深相信香港人 尤其是可能離開了的大家 即是安頓下來的時候 一定會找機會去為香港做一些事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 除非探討到另一種寫文章、寫評論的方向 否則的話,我覺得寫文章的意義都不大 所以不如專注在網台說話 和花生台或者城寨的網友 去建立一個比較長久或者穩定的關係 即是我開始都不再追求 即是為何星期二在go up 那些,老蕭也忍不住 即是說Tony Choi 即是說,習近平開完六中全會 決定給他找你白癡 有時候你還會很懵惰 例如李梓敬這麼多人看 或者我們這邊 也不是我們這邊 總之說是非建制的KOL 但是又會有很多人聽 但是我們覺得這些東西沒有養分 要跟他爭 我覺得去到Youtube上,或者平台 這些平台是無法爭的 因為這個趨勢就是你越說得越瘋 你就是越有Draw 這個遊戲都是這樣玩 不然你神經病,一定會有多人看 做些神經病,對吧 所以反而我覺得 現在我們沒有什麼突破 即是聽眾群是穩定了 當然也很難去開拓一些年輕人 現在如果躺平,其實都不會聽我們這些 對他來說都是舊東西來的 網台變成是 即是Youtube 你見到在街上的茶餐廳的人聽 阿叔、阿嬸之類的 那沒辦法了 那唯有怎樣呢 我覺得反而是跟大家穩定一個 建立一個更好的互動、關係 尤其是如果是我們的網絡已經開始伸延到 曹中在英國,或者有細良在加拿大的時候 怎樣這些連結是做得更加好呢 我所以不停地提議 Anthony,不如我們快點Clubhouse試一次 例如Patreon的會員 我們開Clubhouse,大家多些交流 定時定後,找一個時間 或者試一下先,找一次 希望這一部分,我們先做好一點 為了這樣,我有想過很初步很初步 我是不是聖誕節 我是飛一轉去英國又去加拿大 去見一見大家 去看看曹中落腳的地方 有些網友為當地的香港人連結了 亦都去加拿大,都成為花溫哥話 但是去一轉,是會回來香港的 當然這也有一個風險 但是我一天就不飛 但是我照樣說,坦白說,我不會離開之後 完全離開,我是有上一輩的顧慮 所以就算我飛也好,我都會飛回來香港 會不會被人飛回來,只不過是見過了 曹中和細良已經說是違反國安法呢?不知道 但是我都會想一想這個問題 大家亦都可以給予一些意見 今晚的時間就是這樣,多謝大家 明晚在花生台,和曹中和阿龍一起做節目再見 我會見大家 我會見大家